红酒世界越懂越喜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能和大家相约在红酒世界直播间 与大家共同探讨葡萄酒的大千世界 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兼翻译Estella 那么今天我们红酒世界为大家请到的是 克莱蒙造黄堡的总经理 于格德莱先生 在我们一起领略名装的风采 和我们共同探讨葡萄美酒的故事 那么本次直播之前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曾经通过我们的品酒师 以及红酒世界的官方微信 收集到了部分葡萄酒爱好者的问题 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提问 可以在我们屏幕的下方对我们进行留言 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挑选出部分问题 在我们直播的最后一个环节 请德莱先生为我们解答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先请德莱先生介绍一下他自己 OK Mr. Uqtale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呢 谢谢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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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晚安 我的名字是 Yuk D'Aless I am the general manager for Bernat-Magré Vineyards My background is mainly in luxury goods And because of my passion for wine I've decided to join Bernat-Magré It became quite clear for me That I had to join Mr. Bernat-Magré I am actually fascinated with China And it's my great pleasure To come and visit China every two month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ustomers The needs of the customers and its habits OK thank you 那么余格德莱先生呢 是贝尔纳玛格雷集团旗下的总经理 那么此前呢 他曾经从事的是奢侈品行业的工作 因为德莱先生对葡萄酒充满了热情 所以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自己应当要加入贝尔纳玛格雷集团 此外呢 德莱先生他对葡萄酒 此外呢 德莱先生呢 他十分的喜欢中国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消费者的一些喜好 以及中国葡萄酒爱好者的需求 所以他每隔两个月呢 会来一次中国 德莱先生认为 他的每一次中国之旅 都让他非常的开心 知名的酒瓶家 罗伯特帕克曾经说 贝尔纳玛格雷先生 也就是克莱蒙焦黄宝的庄主 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人 那么在德莱先生的眼中 玛格雷先生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让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我们还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加入贝尔纳玛格雷集团 OK Mr.宇达雷 Roman Parker once said that Bernard Margueris is a man of perspective and could you please tell us how do you think of him and we know that you joined Bernard Margueris in 2015 and why do you choose to join this group and to work with him thank you Actually Bernard Margueris is a visionary man a man made of passion his motto is never give up jamais renoncer in French and because of passion because of dedication because of hard work he managed accomplishing something unique becoming the owner of 42 vineyard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four Grand Cru Classé in Bordeaux by joining Bernard Margueris I just wanted to be part of a unique and demanding journey in one of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wine company and I can testify actually that it is every day a very exciting position a very exciting adventure while working at Bernard Margueri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well I just wanted to Bernard Margueris is a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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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 and he has a love he has a and he has a and he has a and he has a love and he has a and he has he has a to and he has I he has he he has he 马格雷这个团队呢 是因为贝尔纳马格雷集团 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公司之一 而在他这样独特 而又严苛的葡萄酒创造之旅当中 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个集团的一份子 那么德拉先生刚刚也说到了 他说他可以证明呢 在这个马格雷集团工作的日子 每一天都是特别兴奋 特别有趣的 那么贝尔纳马格雷集团旗下的酒庄众多 想必大家都会比较好奇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集团呢 我们让德拉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Mr.Yukdalé 请不吝点赞给Bernard-Marguerite's group 当然,这是我的喜爱 Bernard-Marguerite是一个很单独的艺术 它是製造的42个酒店 其中的4个座植 我们有汽车在八个国家里 在France,当然 在Languedoc 在Roussillon 在Bordeaux 在Rhône-Vallee 在Provence 但也在Spain 在Portugal 在Chile 在Argentina 在Uruguay 在Bord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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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酒店 在Bord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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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ine academy to enable wine lovers and wine passionate to learn more about wine and a modern art foundation and of course Mr. Magray is heavily invested and committed in charity he is actually supporting research on cancers and he is also supporting an orphanage at the border of Thailand where we take care of 82 children as you can see we are a very special company indeed yes you are okay thank you 那么刚刚呢德莱先生就为我们介绍 他说贝尔纳马格雷是一家非常独特的公司 那么它是由42家酒庄组成 而这42家酒庄当中呢有四家是波尔多的劣迹庄 而这42家酒庄当中呢他们一共分布在八个国家 当然法国法国是最主要的 在法国的在法国的波尔多 朗格多克路喜龙 而还有罗那河谷以及普罗旺斯皆有分布 法国以外的地区呢是在西班牙 葡萄牙 智利 阿根廷 布拉圭 马罗克 加利福尼亚州的那帕古 甚至是日本都有分布 那么说到贝尔纳马格雷集团的独特之处呢 还在于他们所涉及到的一些领域 那么事实上呢这个集团围绕着葡萄酒发展了一系列的 他们就发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集团旗下呢还拥有五星级的酒店 并且拥有米其林星级的餐厅 他们还聘请了世界上据说是最好的厨师皮埃尔加尼尔 来担任他们的厨师 此外呢集团在葡萄酒旅游上也有设计就是酒 集团会举办一些葡萄酒的旅游活动 请热爱葡萄酒的人去参观他们的酒庄 还有他们的葡萄酒学院 以及他们的艺术中心 此外呢集团在慈慎方面也是相当的重视 贝尔纳马格雷先生呢 他会积极的投身于慈善的事业 比如说他会去资助癌症的医学研究 还有他们还会资助在泰国的孤儿 他们现在呢已经资助并照顾了大约是82名泰国的孤儿 那么正如我们正如我们刚刚所讲的一样 德莱先生他说贝尔纳马格雷集团呢 就真正是一家十分独特的公司 OK 那么贝尔纳马格雷集团旗下的酒庄 如此众多 克莱蒙教皇堡可以说是 这一些众多酒庄当中最独特 也最优秀的一座 那么克莱蒙教皇堡到底是一座 怎么样的酒庄呢 有着怎么样的风采 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克莱蒙教皇堡是贝尔纳马格雷集团旗下最知名的酒庄 酒庄地处法国波尔多佩萨克近郊 出产顶纳的波尔多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 是整个波尔多历史最悠久的名庄之一 从葡萄的种植到葡萄酒的酿造 酒庄都精益求精 严苛把关 在葡萄的种植上 酒庄使用传统的动物耕地方式 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酒庄洋 酒庄地的消息 酒庄弹 酒庄洋 酒庄火 酒庄 酒庄 采收季节 工人们精心采摘园中的葡萄 这些葡萄会被运至酒庄 经过精细的人工处理后进行芭蕉 在酿酒过程中 酒庄严格控制各道程序 关注葡萄酒八等处的风味 温度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这会影响葡萄酒的颜色和风格 克莱蒙教皇堡一直致力于 酿造优质的葡萄酒 他们出产的葡萄酒 风格优雅品质稳定 在当地别具一格 相信这座美丽的城堡 所创造出来的葡萄酒传奇 会一直延续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视频播放完了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这样一座名装的风采 那么这座名装是格拉夫的列吉装 那么在这样一个享有胜誉的名装 去年的时候 他们发布的2015年份的79 第一批发布的时候 仅仅三天就售庆了 那么我们知道 今年的博尔多2016年79的评鉴周 刚刚结束 那么著名的酒评家 詹姆斯·萨克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JS 那么他就对2016年份的克莱蒙教皇堡79 打出了97到98分的高分 那么对于2016年的克莱蒙教皇堡79呢 我们来听一下德莱先生 是怎么评价他的 OK Mr.Dalay The 2016 Enprimeur Tasting Week just ended and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2016 Chateau Pape Clément wine? Chateau Pape Clément just like all the other Grand Cru Classé of Bernat-Magré it's true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during the last Enprimeur campaign and today the demand for those wines is real the wine lovers know that the price quality ratio as far as Chateau Pape Clément is concerned but also Fombroge La Tour Carnet and Clos Peraguet without forgetting of course Chateau Les Grands Chaines is excellent they are I would say at the top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precisely as far as 2016 vintage is concerned we are very confident again that our customers will be very satisfied Pape Clément 2016 is very promising and it shows all the elegance and the distinction of Chateau Pape Clément it's a great vintage Thank you 那么 刚刚呢 德莱先生 他刚刚说 这个 跟贝尔纳 马格雷集团 旗下的 其他 列级装 一样呢 这个 克莱蒙 教皇宝 2015年份的 79呢 卖得非常成功 这确实如此 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 克莱蒙 教皇宝 其他的 他们 酒账旗下的 其他三家 列级装 的 79也是十分的 好 那么许多葡萄酒 爱好者都知道呢 一款品质 优异的葡萄酒 它的价格都不会的 太低 无论是克莱蒙 教皇宝 还是 方宝庄园 还是拉图加利城堡 还是奥派锐酒庄 或者说是 没有瓶上 这个 列级 列级装的 立官宣 酒装 他们的品质 都非常好 所以价格都不会 特别的低 而说到 2016年份的 克莱蒙 教皇宝的 79呢 德莱先生说 他们是非常 有信心的 而且消费者 也非常的 满意 所以说 他觉得 2016年份 这个克莱蒙 教皇宝的 葡萄酒 是不可限量的 这款酒呢 展现出了 优雅的风格 以及一个 好年份 所具有的 所有特征 那么 我们都知道 贝尔纳 玛格雷集团呢 它是一个 非常 它 就是一个 非常 不错的集团 那么 在购买 那么 在购买 79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 都知道 就是 79不单单呢 是一个 投资的方式 还是我们 提前 购买 就是为自己的未来呢 送上一份礼物的 一个机会 那么 79在中国的市场 是越来越受到欢迎 我们来问一下 德莱先生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OK Mr.德莱 然后 Emprimeur 是更多 在中国市场 那么 可以 你 可以 可以 我们 为什么 Emprimeur 是更多 在中国市场 當然,當然 是正確的, Enprimeur是非常精巧的方法 為酒店的飲料來取得的飲料 既然我們知道 那些飲料的飲料是否很困難 還是很困難的 我認為 那 Enprimeur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為了保持你的手上的寶寶 so if i just could give an advice to the people who are watching us i would say that en primeur is a very very good way to acquire bordeaux wines ok thank you 那么刚刚德莱先生他说 七九是葡萄酒爱好者来购买这个波尔多葡萄酒 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方式 因为众所周知的是好酒有限加酿难求 那么七九是十分难得的机会 它能够让你买到自己心爱的葡萄酒 那么其实德莱先生他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在这里我们要温馨提醒各位的是 红酒世界2016 红酒世界现在可以接受2016年份部分 波尔多名装七九的预定 那么如果有感兴趣的酒友 可以通过登陆我们的网上商城 联系我们的品酒师进行咨询 那么前面前面我们也曾经跟德莱先生 就是德莱先生跟我们提到 马格雷集团旗下呢 除了克莱蒙教皇宝 还有其他的三家猎集装 那么这些猎集装 他们都有着怎么样的特点呢 德莱先生呢 他又是怎么看待这些猎集装的 哪一座猎集装是他的心头好呢 我们来问一下 如果一些谎集装的状传 也有三家猎集装的榜是 可以整理 empowered 您有一位OTH The Emperor 避免全群 formats 智慧是多久的 他們有自己的確面 なく名习牌理沙坊的汽车 贝壳是爾次聖雄品牌的 ioè飯了 像是最小的 在一种方法,我们把它扩一下 像一种珠子 Fombroge Fombroge是显示的 中心的宫 在Fombroge, 它是王王的 是王王的 它是非常非常表现的 这瓶的 是 vintage后的 Clau Pereguet is obviously the jewel of Bordeaux It is, I would say, the best kept secret of Sauternes where all is about precision and distinction And finally, I cannot mention the Grand Cru Classé of Bernard Magret without mentioning Château Les Grands Chênes Although it is not classified, we treat it as our fifth Grand Cru Classé And wine lovers all over the world appreciate it, really Ok, thank you 那么刚刚德莱先生就跟我们说呢 克兰蒙教皇堡可以说是卓越葡萄酒的一个标签了 那么之前呢,克兰蒙教皇堡其实是为一位教皇所拥有 他先至今为止他已经拥有了650年的历史了 那么他们的葡萄酒一直都是出自同一片风土 并且一直都延续着克兰蒙教皇堡酒庄一贯的 一贯的独特和优雅的风格 而至于拉图加利城堡呢 拉图加利城堡是四座列吉庄当中面积最大的一座 但是德莱先生他说并不会因为他面积大 他们就会放松对葡萄酒质量的一个监控 他们依然会像面积小的酒庄一样 对每一瓶葡萄酒都严格把握并精心浪造 那么至于方宝酒庄呢 方宝酒庄是位于这个圣埃美龙的中心地带 那么在圣埃美龙在这个方宝酒庄当中呢 梅洛是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 那么这一款酒呢就能非常能够体现出梅洛 这个一些优雅的风格以及它独特的特征 而奥派瑞酒庄呢它是波尔多的珍宝 那么在葡萄酒珍贵而且独特的苏代产区呢 奥派瑞是延成了这个产区一贯的独特的这个风格 以及他们这个品质优异的一个传统 那么最后德莱先生他刚刚说了 他说他不得不提到的一座酒庄就是立冠宣酒庄 那么立冠宣酒庄虽然没有被列入这个烈己庄的一个名列 但是德莱先生说他们依然会把立冠宣酒庄看作是 他们第五座列己庄 那么这个立冠宣酒庄它是受到了来自全世界 许多葡萄酒爱好者的喜欢 其实呢在这些列己庄当中呢 有一些有一些列己庄是一直都特别的优秀 但是有一些列己庄呢 它是在贝尔纳玛格雷先生接手之后 他才慢慢慢慢的展现出自己迷人的风采 以及闪耀的光辉 而拉图加利城堡正是这样一座列己庄 香港金会大学的一个麦翠才教授 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波尔多左岸的明星美酒 那么书中曾经就对拉图加利城堡这样子描述 他说拉图加利城堡经历了几千年 经历了千年的沉沉浮浮 在1999年才发扬光大 因为波尔多的酒业巨头 贝尔纳玛格雷收购了这座酒庄 那么对于拉图加利城堡 它拥有这么长的一段历史 会对如今的一个管理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而且当初玛格雷先生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座列己庄呢 我们来问问得来先手 OK Mr. Dele The Shadow Laduganet has long history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e long history will mean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Shadow today Mr.Bernard Margreis managed this Shadow since 1999 and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do you think to make Bernard Margreis to choose this Shadow Thank you It's true that what makes Chateau Latour Carnet unique is obviously its anchorage in history and above all for sure its unique and fantastic Terroir At Latour Carnet everything is about history, Terroir and precision when you have such an history like Latour Carnet has you just have to respect but at the same time for Latour Carnet our duty is obviously to innovate to look forward to have a vision and that's why for instance At Latour Carnet we innovate through using the dron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dividual areas of such a great estate OK Thank you 那么刚刚德莱先生他说呢 Latour Carnet城堡是非常独特的 而让它如此独特的原因正是它悠久的历史 那么它悠久的历史以及了不起的风土呢 让它在众多的酒庄当中独具一格 一个酒庄有这样长的历史呢 你就要去尊重它去尊重它的历史 那么同时你也有责任将历史与创新相结合 那么在管理拉图加利城堡的时候 德莱先生提到了 他们就使用了那个无人机技 无人机技术去更好的管理和了解 这样一座伟大的城堡 那么我们都知道 贝尔纳玛格雷集团旗下的酒庄呢十分众多 那么在管理和推广上 他们会到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那么在这些众多的酒庄当中 哪一座又是最有潜力的呢 我们来问一下德莱先生 OK Mr. Delay we know that we know that you visit here to is to let more people know about Bernard Marguerese wine culture and since you have so many wineries what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in management and promotion and which wineries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beneficial one OK I should say that talking about our wineries and Grand Cru Classé to Chinese wine lovers is a great pleasure we are dealing with real professionals and the Chinese market is now made of real connoisseurs and people who are really educated in wine a lot of them are connoisseurs so sharing with them is not a challenge is not a challenge it's a great pleasure I would say that the real challenge for us is to be able keeping improving vintage after vintage the quality of our wines we need and we have to reach the market expectations in terms of quality this is our mission and this is what Bernard Magret is really willing to vintage after vintage to be able offering the best wine in terms of potential I would say that why they all have their own potentials I personally strongly believe in the future of both Château Fonbroge in Saint-Emilion and of course in the Château Les Grands Chêmes OK Thank you 那麼剛剛 這個德萊先生 他剛剛說到 他說 應該說呢 與中國的葡萄酒 談論他們旗下的 這個酒莊 以及列吉莊呢 是一件 非常令人開心的事情 那麼他們現在 正在 正在 正在努力的 正在努力的事情呢 就是 在中國的葡萄酒 知識的傳播 那麼 與其說 與其說 他們他們說 與其說跟 中國的葡萄酒 愛好者 討論葡萄酒 與其說是一項挑戰 不如說是一項 非常開心的事情 德萊先生認為 對他們來說 真正的挑戰呢 其實是不斷的提高 葡萄酒的質量 以達到市場的一個期望 來 這也是他們的一個使命 說到葡萄酒 未來的潛力 德萊先生 他剛剛就說 他說他認為 每一座酒莊 都有自己的潛力 但是從他個人的角度來說呢 他覺得最有潛力的 應該是 方寶 莊園 和立官宣 跟酒莊 那麼現在呢 如果進行到這裡 就快要結束了 我們現在 請德萊先生 為我們 此前收集到的葡萄酒 愛好者的 這個問題 做出一個解答 對 所以 現在我們需要 回答 一些答案 由我們的 酒愛好者 那麼首先 我們的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 相比起其他的 1855分級制度下的四級裝 雜圖加利城堡的優勢 和特點在哪裡 然後 除非海峽 我們在哪裡 合格的 和其他 所需要的 階段 對 其他 烈 motif 他 階段 在1855 是 職階段 是 一層 廈 是 和 其他 我們 是 because it means that the了业 that is anchored on an exceptional terroir. It is key, as you know, to have an exceptional terroir to produce a great wine vintage after vintage. Terroir means more than soil, it's a combination of the soil, the exposition I would say also the climate It's all of this, the terroir What makes La Tour Carnet unique Is that La Tour Carnet Is definitely a piece of history as well The tower, for people to know Was actually built in 1111 And the first signs of the vineyard Is dated in 1409 So you see that wine And La Tour Carnet It's a long joint history 那么刚刚德莱先生 他就说呢 他说在1855的分级当中 La Tour Carnet被列为四级庄 这是一项极大的荣誉 那么La Tour Carnet 它是有很多的优势的 比如说它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土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酿造一款优秀的葡萄酒 风土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风土呢 不仅仅指的是这个土壤 它还包括了气候 以及整个葡萄园的环境 那么La Tour Carnet呢 它与众不同的之处呢 不单单是在于它的一个历史 这一座呢 不单单是在于它的风土 还在于它具有很长的历史 那么这一座庄园的建筑呢 是可以追溯到1111年 而且它第一片的葡萄园呢 是始于1409年 那么我们现在来问一下 德莱先生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您对2013年份的 La Tour加利城堡 红葡萄酒的评价是什么 2013年La Tour加利城堡 这一款酒的试饮期是什么时候 适合储存多少年呢 那么我们现在来饮用的话 还需要醒酒吗 醒酒的时间到大概十多长 Mr.Daley Could you please share with us the 16 words on 2013 Shadow La Tour加利 When is the best time to drink it and how long you think this wine can age and if I drink it now and how long should I drink it and how long should I drink it and thank you this is a question from a connoisseur I see Chadow La Tourcarnet 2013 is a great wine it shows already very good and I should say that it can be drink as from now on you can keep it between 10 to 15 another year 10 to 15 years and it will even more reveal its great potential if you would like to drink it now i think that you can do i would recommend you to decant it between one hour and one hour and a half in order for Chateau La Tourcarnet 2013 to reveal its aromas and its full elegance this would be my advice oh thank you ah那么刚刚 ah得莱先生 他说呢 2013年份的这个 拉图加利城堡的 东葡萄酒 是十分的优秀的 那么他目前 引用已经十分的 美味了 那么现在呢 是可以继续成年 5到10年 ah那么这一款酒呢 如果你 因为他的成年潜力 非常余佳 如果你现在打开的话 大概是需要醒酒 啊一个半小时 那么啊 这样才能够让这一款 酒复杂的香气 可以打开 并且展示他优雅的风格 那么我们现在来 进行我们的啊 第三个问题 那么我们有葡萄酒 爱好者就提出说 您家的葡萄酒 包括克莱蒙教皇堡的 红葡萄酒 以及拉图加利 城堡葡萄酒 啊 他们酒标上 都有一个金钥匙的标志 请问您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标志的含义吗 Mr.Dalay Wines from Bernard Margret such as Shadow Park Clément have a sign of Golden Keys Yes on the label is there any hidden meaning You're absolutely right Bernard Margret is the only owner of Four Grands Reclassés among which Pape Clément Château Latourcarnet Château Fombrouge Cleot Peraguay and of course Château Cleot Peraguay which is Premier Grand Cru Classé de Sauternes And on every single bottle as you can see here on the Latourcarnet bottle you can see the double key at the bottom I should say that these double keys are the sign of quality our ambition is in fact to make these keys a symbol of excellence in the wine industry the idea behind this is you know you have door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so Key is a universal symbol that everyone in the world can understand OK thank you 那么刚刚德莱先生 他说呢 确实如此 那么贝尔纳 玛格雷先生呢 他是四座列吉庄的 唯一拥有者 那么这一些列吉庄呢 他们都 他们就是 他们都拥有 这个双钥匙的这个标志 那么贝尔纳 玛格雷集团 旗下出产的每一座名庄的酒 他们都会拥有这个 这个就是 双钥匙的标志 那么双钥匙是一个品质的保证 那么他们的目标呢 是要在葡萄酒的领域当中 将这个双钥匙的标志 打造成为一个优秀品质的代表符号 那么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门 因而钥匙对于每个人来说 又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说他们就用这个放在酒标上 那么我们 呃 由于这个时间有限呢 我们呃 观众的问题 只能够问到这里了 那么直播进行到这里 呃 就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 呃 2013年的拉图加利城堡红葡萄酒 的酒友 均可享受95折的优惠 那么 呃 如果您 呃 有就是想要购买的话 可以看我们屏幕下方的一个链接 我们的官方账号会发 会给光大的酒友发布链接 红酒世界越懂越喜欢 欢迎大家收看本次直播节目 也感谢德莱先生的到访 那么红酒世界与您相约下一次直播再见